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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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過去的9月結婚 很多親朋好友渡賀 不過他們一直走來 其實也不容易 2021年9月30日 跟Wicky終於完成了婚禮 疫情的問題,經常都很擔心 到時又不知道 究竟是四人坐還是六人坐 Marchin一打開門 看到十二人一圍、十五圍、180人 他們每個人都在呼應我們 那一刻的畫面 真的挺想不到 大家都很開心、很享受 這對新人陳彩瑩和Ricky、黃偉傑 依然很回味Big Day當日每個感動時刻 由2019年定婚開始 他們跨過疫情 續續用了兩年時間去籌備 早上早上在酒店斟茶給爸爸、媽媽 最深刻的是Wicky會說我的孫子 其實由中學遇到你的第一刻 我已經被你的笑容吸引 其實對於我這些很接觸的小獨讀 跟女生正常溝通、說話 我都會很緊張 不知為甚麼 我又會有勇氣想主動認識你 亦在這一刻 那裡我的生命就開始慢慢改變 我本身比較害羞 一群人靜靜地聽我說一些 可能比較辱麻的說話 也算是一個突破 去到教堂 牧師幫我們做個祈禱 跟對方說回這番說話 其實在中學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人生的一個谷底 祈禱,謝謝你肯拖我的手 把我從谷底裡拉出來 沒有想過祈禱會有人要 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安排 彩形甚至曾經覺得 拍拖、結婚是奢望 因為在她的成長歲月 左路一直有一個K型血管樓 是在13歲讀中二那年發現 突然頭痛醒了,發燒 看普通的診所 都會說感冒而已 但後來也不停反覆 有一次頭痛,發燒差不多40度 立即進去馬荔醫院 安排我的照路 看到我的左腦 那裡有一個K型血管樓 正常所有東西會一直跟著 我們的年紀,一直生長 但左邊腦那一刻的腦血管 可能還是一個BB血管 不能承受 那個位置影響我的洩力 正常人,我們看前面 應該看到這些位置 但我右邊的眼裡 因為有點擋住 小時候也喜歡笑 一個健康的小朋友這樣長大 那時候我整個人都被淋了 但也不知道是甚麼事 大家眼眸眸眸,眼淚不斷扭出來 知道大件事 當時採營立即要留院兩個月 一邊吃著預防腦顛藥 一邊觀察病情 到了中三開學無奈 醫生建議他回醫院做切除手術 加馬刀的手術,類似電療 對準的位置 不是一電就馬上死了 他說可能會七年、八年左右 做了半年,突然又會再頭痛 我回到急診室才發現 我的腦袋出了一個很大的水腫 他說水腫好像等同於傷口 有時會有一點發炎 最初只看不到右眼 後來突然看錯了銀碼 我說這個不是20元嗎 原來不是不是,這是2000元 視野收窄了,看少了兩個力 安排雷固醇的藥給我 啟子也會頭痛 它唯一的問題就是 會令我無法睡覺 身體又肥重 雜邊的時候,你要用手指摺 突然好像乖乖地 好像右手摺得不太好 穿拖鞋,人字拖 走兩步,又好像脫了右腳 水腫也是容易胃 又押了手腳,受影線 最慘的是看不到外表有甚麼事 有一次,爸爸或者我來附他 照顧得很周到 他就以為好像現在的公主病一樣 為何你這麼大,還要爸爸媽媽照顧 他就很不開心 關愛座下應該讓有需要的長者坐 所以他最初坐也不太自然 人家一眼看著他 我就跟他說不介意 因為真的不能站太久 車子坐 最多如果真的有人歧視 你就拿個傷殘症給他看 那時候剛好在暑假 朋友和同學很開心地上班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出去玩 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躺在那裡,天天只在哭 當時是2009年 彩刑不斷頭痛,入院、出院 全年斷斷續續地上學 連自小一直翻開的教會 都去不了 他有三個哥哥 從二哥開始 然後全家都陸續信主 教會的朋友 然後有伯父、伯父 他們都很好 知道我有事,經常來探望我 每次來到都會和我祈禱 我和他們住得很近 譬如有些東西吃 我還是在家裡弄好後 就叫他們在樓下拿 但兄姐妹真的很疼他們 牽著他們,我可以幫助他們 全力支持這個家庭 當時擦到洗澡都可能 媽媽幫我洗澡 爸爸肩膀不舒服 又幫你穿一下 然後早餐又幫你做最豐富的東西 那段時間病得最厲害 反而經常都是笑 三哥哥,當時穿鞋還是不方便 這些一定會幫我穿 我就幫鞋帶 大哥知道我不開心 看到我這樣就抱著我 現在也是經常怕讓我開心 我們家裡不會覺得 他是一個特別的病人康代 儘量抹開他病的情況 開心的指數也會令他康復得好 我有教他自己要祈禱 我們也一起祈禱 靠主神度過這個艱難 你經常會看到他三哥哥 當他是一個小妹妹 經常都抱著他 出入時 Patrick一定是他那支扶手帕 沒聽過他們說一句語言 他們一家人真的活出了神的愛 家裡肯定是採營的避風港 有時外面風大雨大 不過有時天氣又未必真的那麼差 重讀中三那一年 他找到第二個避風港 班主任都給全班同學聽過的問題 裡面有個男同學很專心 他都是輕輕帶過 我說說自己的腦袋裡有個經驗血管 還可以有一個很發自內心的笑容 印象真的挺好的 12月的時候 有一天,應該是十多度 放學的時候 看到他一個人穿著冷藏衣 那一刻不知為何 他好像很想幫助他 之後就剝了一件校衣 打算給他 他也呆了一呆 那一刻我也不知道 怎樣…之後再說甚麼 他就說了不用了 為甚麼突然有一個男生 又這樣 原來對大家有好感 回到學校讀書的時候 我也是在想 應該這一輩子 自己一個努力讀書 然後自己讀大學出來工作 自己照顧自己 突然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出來 我就覺得糟了,應該怎樣決定 認識了四個月、五個月 終於真的立刻開了聲 想我當他的女朋友 你現在又有興趣 但遲些你就發覺我有問題 有這麼多事情要遷就 或者你會看到一些比我更加好的人 安全感 我覺得我自然都已經可以給他 因為我自己比較接近 我很少跟其他女生 可能會有甚麼接觸 他也說自己有這麼大的病 但我想說近視 你也是一個病 如果你是喜歡的話 其實也會包括病 你就是因為有這件事 所以我可以照顧到你 他真的很舒服,不會很囂張 到了終死那年的暑假 最後我自己也放下 就試試吧 或者可能這個真的是 上帝賜給我的天賜 彩瑩和Ricky一起開始大家的初戀 不過兩個人對這段關係 有不同的期望 比同齡男生早熟的Ricky 很早已經認定 相反,彩瑩慢慢才肯放開懷抱 Ricky,以她的年紀 其實周圍應該有很多女生 又或者會多試試 然後選擇 但我覺得她沒有想過這件事 很認定彩瑩是她的終身伴侶 告訴她 其實她不是經常 一個被助的角色 而她也可以幫助其他人 我的朋友邀請我 不如去哪裡玩 其實如果比招是以前的 我寧願留在家裡玩遊戲機 她也鼓勵我 有時候可能她有甚麼聚會 可能她也會叫我一起出去 幫助我建立自己的諮詢 初戀拍拖 我好像有點害怕 而且有事 我也覺得有點尷尬 她的感覺是 我知道你不行 我會立即幫你 我切東西一定不方便 她的事情好像全部不用說 她已經會自己做 下車上車,她又會扶我 很感動 之後慢慢知道她是真實的 我們這些男生可能會比較少 其實也會學會 一開始的時候 不太記得她右眼看東西會被窄 後來也習慣站在她的右邊 她不用擔心右邊可能會怕撞到甚麼 整個人都會比較細心 最初給我的印象當然不是那麼好 因為她比我小一年 不相信她可以照顧到我的女兒 但後來前置發現 不是,牽著她,跟她做衣服、頭 男生很少做這些事 一般都是大頭蝦的 但她很細心 為何一個男生那麼特別 出現在她身邊 很疼她 她有時候進醫院,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她已經開始了 原來是靜靜地去探望她 走得不好,她真的會看著她 上樓梯或有時鞋帶鬆了 她真的會幫她蹦下來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不要抹殺她因為有病 讓她接觸這個少女戀愛 中六那年 Ricky開始跟彩迎回教會 幾乎一星期七天都見對方 DSE過後,彩形沒有再升學 她們遇上拍拖以來的最大危機 她去了大學,有很多不同的新鮮感 不是不相信她,而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會問她 是否可以讓我看看電話 她也說可以,沒問題 我讓你看看真的沒所謂 但我覺得一來就是… 你好像會變成對這個感情 沒有了那種大家互相的尊重 試過一次,終於吵架了 我有點覺得好像被冤枉 你不是說了給我看的嗎 一直都不說話幾個月 到了後期,有朋友跟我說 她被車撞到,其實不是太好 那一刻,我們大家聊天 也想維繫這段感情 所以其實真的拿開肚皮 拔出那條刺 我需要一點尊重 可能她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彩迎的自信心不足 我覺得Ricky不要自己 也好像很順理成章 那段時間,我給她們一個空間 祈禱希望聖靈介入她們的當中 神的愛充滿她們 如果她們不激愛這個考驗期 她們不知道對方原來 在自己的心裡那麼重要 她們再在一起的時候 這段感情就更加堅固 我們倆都一起面對了 很多高高低低 很多不同的起跌 當中必然也會有 可能吵架的時候 但也令我們學會了 如何互相扶持 就像二人三足一樣 要走就一起走 要跌就一起跌 一起站起來 畢業之後,彩迎做文職 Ricky做行政 一起為將來努力 拍攝了十年拖 終於在21年9月30日共鞋年里 想起求婚那一晚 原來Ricky也花盡心思 大家下班後就說一起吃飯 突然Ricky說 她的朋友打給她 附近的一間派對房玩 在玩,但她說有些東西遺漏了 一起上去拿 為甚麼進去派對房是沒有人的 只有裝飾 裝飾又很漂亮 有些球球 《Marry me》的燈 那一刻我記得她不是在拍戲 即刻… 她心情可能比較平靜 我不知道是否她猜到 有甚麼表現 之後我也是跪下了 所以就給她花了 反而自己說就說得有點感動 即使你的身體可能再情況再差 我還是會繼續去照顧她 即使生活上有甚麼不如意的事 我也可以勇敢去面對 因為我知道我的生命中 裡面有更加重要的東西要守護 而這件事就是你 我愛你,陳彩 我拖女兒進靠廠 當時要交給她 她看到她很情深 傻傻看著我的女兒 那一刻我也很感動 因為她相處了10年 她的熱情真的還不算 我愛你,感謝神給了一個男生 對我的女兒,有我這樣的程度 一個男生喜歡就喜歡 有時候無法解釋 但你連家人都很疼愛她 陳家婆婆 通常媽媽會很… 或是你會像照顧女朋友 比我多 但她不會直接開到聲 叫兒子去看著彩影 不會有這麼完美的 這麼巧合 一定是神在當中令她來相遇 現在彩影視覺仍然受限 右手右腳乏力 每年要回醫院檢查 觀察著老樓的情況 不過她跟Wiki走到今天 已經學會凡事交託,鬆容面對 腹診的時候 醫生那邊再跟照老 她說看到Key管樓還在 以前的尺寸是一元的尺寸 現在可能還有五毫 如果要弄走 真的要開腦地切除 但問題是 始終我Key管樓比較近海馬 但有機會影響記憶 令手和腳會再差 但如果不做每分每秒 都會有1%的機會中風 甚至影響生命危險 現在的身體 保持著 沒有特別進展 亦沒有特別推補 不想接近 嘗試學習 如何跟Key管樓共存 CB23天 我雖然走過死任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預約我同座 你的帳、你的肝都安慰我 那一刻很辛苦 又問上帝為何反逐我 長大後看回頭 那時就是走過死任的憂谷 但也不怕 恩典多於苦難 上帝會和我一起走 抵達 經過10年的愛情長跑 一段感情終於開花結果 直到新關係繼續發展 我代表CBN祝福彩宏洞Ricky 身分愉快 幸福美滿 住一滿在你們的新家庭 彩宏小時候回教會 一直成長開心快樂 無風無浪 沒想過升到中學 正值綻放青春的階段 突然患上老柳 一時好像看不見未來 幸好有家人、牧者 和弟兄姊妹在身邊同行 才可以安然度過 《聖經》中,雅哥有句說 《愛的佳偶》 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傳統認為這卷書 是將愛女的關係 比喻為上帝和子民的親密關係 彩形因為患老柳 導致身體有限制 他曾經自卑,覺得不得人喜歡 甚至對Ricky的愛產生疑惑 Ricky愛他,耶穌更愛他 彩形在耶穌眼中是佳偶 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可能你有時會覺得自己不得人喜歡 其實你很寶貴,耶穌很愛你 我邀請你現在和我和耶穌聊幾句話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你讓我認識 你就是全能的真神 讓我成為你寶貴的兒女 求你讓我很肯定 我在你生命中 在你眼中是寶貴的 仲然加我以前有自卑 有看不起自己的事後 大神,求你讓我有信心 握住這個寶貴的身分 繼續用信心緊緊地跟隨你 過一個豐盛的人生 感謝你愛我,主耶穌 彩形很開心,身邊有Ricky 既是夫婦,亦是最好的朋友 彼此扶持過生活 我們都是你的朋友 快點打來CBN關華熱線 號碼是3188-3803 你也可以透過以下方法跟我們聯絡 你的留言一直支持我們 好像早前有位觀眾在臉書說 願神大大恥福CBN 在地上成為一盞明亮燈台 祝福更多人 完完全全悔改歸向主 祝福全體同工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多謝這位觀眾那麼支持我們 我們一定會繼續加油 努力拍好每個生命故事 CBN很需要大家支持 無論在Facebook或YouTube 都想拔搭你賺一賺好 你的舉手之勞 將會幫影片接觸到更多人 還很想請你成為我們的同行者 你可以 1.成為CBN分享大事 願意向人分享我們的製作 2.發WhatsApp短信到6469-6090 表示願意收取CBN的最新消息 3.成為月捐者 只要一掃這個QR號碼 就可以直接奉獻 過去一年,CBN支持者 平均每奉獻一元 就可以讓我們的影片接觸到1.5人 請你支持CBN 以金錢支持我們 拍攝更多精彩的福音製作 齊齊拍著支持 實踐大使命 我的街偶 你全然美麗 毫無瑕疵 ryn擁卡 實踏wealth 自能 自身 公罷 覃 網絡